《馬可福音》第六章 耶穌離開那裡,來到自己的家鄉 門徒也跟從他 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裡教訓人 眾人聽見,就甚稀奇說 這人從那裡有這些事呢? 所賜給他的是什麼智慧? 他所做的是何等的異能呢? 這不是那木匠嗎? 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 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嗎? 他妹妹們不也視在我們子女嗎? 他們就嫌棄他 耶穌對他們說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什麼異能 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 治好他們 他也差異他們不信 就往周圍鄉村 教訓人去了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猜獻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 也賜給他們權兵 制服污軌 並且祝福他們 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 腰袋裏也不要帶錢 除了拐杖以外 什麼都不要帶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兩件掛紙 又對他們說 你們無論到何處 信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裡 直到離開那地方 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 不聽你們 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躲下去 對他們作見證 門徒就出去傳道 叫人悔改 又趕出許多的鬼 用油抹了許多病人 治好他們 耶穌的名聲傳讓出來 希律王聽見了 就說 死死的若汗從死裡復活了 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裡面發出來 但別人說 是以利亞 又有人說 是先知 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希律聽見卻說 是我所斬的若汗 他復活了 先知希律為他兄弟 肥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 差人去拿住若汗 所在監裏 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 若汗曾對希律說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 是不合理的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 想要殺他 只是不能 因為希律知道若汗是異人 是聖人 所以敬畏他 保護他 聽他講論 就多照著行 並且樂意聽他 有一天 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希律擺設言席 請了大臣和千夫掌 並加利利作首領的 希羅底的女兒 進來跳舞 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 王就對女子說 你隨意向我求什麼 我必給你 又對他喜誓說 除你向我求什麼 就是我國的一半 我也必給你 他就出去 對他母親說 我可以求什麼呢 他母親說 屍世若汗的頭 他就急忙進去見王 求他說 我願王立時把 屍世若汗的頭 放在盤子裡給我 王就甚憂愁 但因他所起的勢 又因同席的人 就不肯推辭 隨即差一個護衛兵 吩咐拿若汗的頭來 護衛兵就去 在監裏斬了若汗 把頭放在盤子裡 拿來給女子 女子就給他母親 若汗的門徒聽見了 就來把他的屍首領去 裝在墳墓裡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 將一切所做的事 所傳的道 全告訴他 他就說 你門來 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 歇一歇 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 他們連吃飯也沒有功夫 他們就坐船 暗暗地往曠野地方去 眾人看見他們去 有許多認識他們的 就從各城報行 一同跑到哪裏 被他們先趕到了 耶穌出來 見有許多的人 就連吻他們 因為他們如同羊 沒有木人一般 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天已經晚了 門徒進前內說 這是野地 天已經晚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望四面香村旅去 自己買什麼吃 耶穌回答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 給他們吃嗎 耶穌說 你們有多少餅 可以去看看 他們知道了就說 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吩咐他們 叫眾人一幫一幫地坐在青草地上 眾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 有一百一排的 有五十一排的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 抹開餅 地級門徒 擺在眾人面前 也把那兩條魚 分給眾人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吃餅的男人共有五千 耶穌隨即吹門徒上船 先到那邊百菜大去 等他叫眾人散開 他既遲別了他們 就往山上去討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穌獨自在岸上 看見門徒因風不順 遙老甚苦 夜裡若有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們那裡去 亦是要走過他們去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 以為是鬼怪 就喊叫起來 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 且甚驚慌 耶穌連亡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 風就住了 他們心裡十分驚奇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 心裡還是餘環 既到過去 來到格尼撒勒地方 就靠了岸 一下船 眾人認得是耶穌 就跑遍那一帶地方 聽見他在何處 便將有病的人用玉子抬到那裡 凡耶穌所到的地方 或村中 或城裡 或鄉間 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 求耶穌子用他們摸他的衣上睡子 凡摸著的人 就都好了 好的 與這兩股的地向 雲 與這兩股的地向 一來 有 過趨